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丈夫是要能够善用难度的人生 而得到人天无法或二层自立的功位 甚至能够成就圆满的佛谷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大丈夫 我们通常以为没有杀生就是在行善 那么泥土、石头、树木也都在积聚善业 因为他们也没有在杀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所谓善是指有意造作的善 例如特别发誓或不杀生 以及持守不杀生的戒律 刻意不造作恶业 才算是积聚善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吴 寻门 门 news MIT 转发 本身推特 filmmakers 郊 Kerr 冬门 经视察 akhir ヲis 另一任些回 noche 一个观修慈悲的人 更引以谦虚来对峙傲慢 因为当我们一想到 众生无量的痛苦时 就只是希望能解除众生的痛苦 因此深恐意自然集中不出 只是关注众生的需要 知道自己还有太多事还没做到 还有太多事要为众生做 这样就没有时间升起傲慢 傲慢会损害慈悲的修饰 太傲慢 自我意识太强的力 很难放下自己 成为众生的独人 我意识太强的力 在我们修行着佛教徒的时候 我们就要舍弃一切伤害生命的行为 而伤害他人的根本原因 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就是从心开始发生 从我们心中的嫉妒 吝因此 恋恋 colors 进而产生对他人伤害 所以十不善业有生的三种不善业 雨的四种不善业 最后还有心上的三种不善业 但其实根本仍在于心 佛法殊胜的口诀 是要全心地投入实修才能达成 但这还说得太远 首先能够升起50%的感恩心就算不错了 当你真正看见 轮回的痛苦时 就自然会升起初灵性 当一个人真正看到生老病死的痛苦 并且看到原来自己也是在这生老病死当中 也是正在轮回中受苦的一个人 你会有一种恐惧心升起 当一个人有这种畏惧轮回 想要出离的心升起 就自然会升起一个心 就是我要解脱 我要出离这个轮回 就自然会有这种畏惧心 就是要解脱 如洁净饱瓶 定如瓶中净水 慧如水中景象 戒定慧三者相辅相采 解脱轮回的力量要如何升起呢? 要依靠一位已经从轮回中处理的人 依靠他,我们才能知道方法而真正解脱 其他一般在轮回当中的世间人 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做到的 那么这样一位出力者是谁呢? 他就是佛陀 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在修行 禅修、恪诵 或者观修本尊、持诵咒语 但却都说不出自己在一年当中 曾运用哪个法门真正对峙了烦恼 一年十二个月 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不算短 我们却连一个实际对峙烦恼的法门 也说不出来 也没有调服了哪一个烦恼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持续这样下去 修行不会解脱 修行不会解脱 大乘的根本就是菩提心 透过知母、念恩、报恩的次第修持 培养出感恩的心 这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发心和行持的精髓 总而言之 我们不只是要感念有情众生的恩德 也要感念滋养我们的空气、水分、阳光等山和大地 这一切无情众生的恩德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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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作将带给他人快乐 帮助别人 让生命的质量提高 这就是工作中的修行和布施 六字大明咒 成就五方佛的秘密 它是一切幸福的泉源 一切利益成就的根本 是达到更高成就及解脱的道路 只要接触此咒的字 即使接受无量佛菩萨的观点 只要解释本咒为止 则吻诗修同时缘满 即成就法身佛 而打开利益众生事业保护的档门 我们在做善事时 打开利益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只手分别代表了方便和智慧 而当两手合起来时 则具备了方便智慧的双御 愿未开启者开启 愿未开启者稳固 稳固者更加增长 合长就是代表这么好的元气 施修的目的 就是为了降服那些 造成我们不安 烦躁和不快乐的烦恼 当我们能将佛法 实际用于烦恼的对峙时 法就真正成为法 孔诀也会真正成为孔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力尽量地去利益一切的众生 尤其是以人为主 乃至狗 猫 昆虫等旁生有情 再不然 我们至少要尝尝地为一切众生祈愿 愿他们能够远离痛苦 获得快乐 至少也要有这样祈愿的心 有一天 法王嘎马华看着我们 第一句话就稍带斥责地说 要常打电话关心问候父母亲 知道吗 我们点头 接着又说 攻击父母吃穿 但又怎算是孝顺 养狗养猫 也是给吃给喝的 对父母要时常常常欢喜下 虚寒问暖 要多关心 慰问父母 知道吗 这种时候 而是孝顺 赘是孝顺 但又是孝顺 但又也是我 当然是孝顺 也只是静高 去镭炸 虉拟 而成为石垃圾 很多天 爱是要给他自由 而不是控制 根据他的需要而全然付出 而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占颖 不舍弃是很好的 但不可以贪爱心互相占有 爱应该是更开放 更多的赔和自由 这样爱和贪着就不会混淆不起 不舍弃是不舍弃是不舍弃的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之夜高雄分会 凤山三王宫联合举办 恭送阿弥陀经 即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8月31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十点 地点凤山三王宫 高雄市凤山区保生路 248号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慕佛恩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旗见佛母孔雀明王 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慧宣法师 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4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 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慕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木剑萨尊者用天眼通 能够知道 众鬼的罪业报应姻缘 她忽然想起 她死去的母亲 她运用神通力 见到自己的王母 也跺在二轨道中受苦 咽喉似针缝似的细小 皮骨连结在一起 木剑萨见状 孝心油然而生 不经山岗万分 她即刻用薄 盛装了饭菜 借神通力量 妄想劳母 但是 她母亲取饭 尚未入口 饭食在手中 即化为火炭 不能饮食 木剑萨 悲毫提气 不能自己 她能知道 众鬼的姻缘夜报 但不知道母亲 究竟以什么罪业姻缘 受着如此苦楚 她带着沉重的心情 赶快前去寝示佛陀 木剑连尊者 禀告道 佛陀 佛陀 弟子今日 以神通力 见到我此生的母亲 躲在 恶鬼道中 受苦 取食成火 布置 适合姻缘 弟子的神通 能够观察 众鬼的 罪业姻缘 何以对 生生之母 尽不知情 恳求佛陀 慈悲开导 佛陀面上 流露出 怜悯的慈光 回答道 木剑连 你的母亲 因为在生之时 放佛放僧 不幸因果阵法 贪嗔邪恶 戏弄众生 所以 受此恐慌 你因母子情深 神通 为亲情所掩 所以 不知 母亲罪业 佛陀 有什么妙法 能使弟子的母亲 脱离恶鬼的苦楚呢 木剑连 向佛陀哀求 木剑连 你母亲的 罪根神结 不是你一个人的 力量 可以救马 你的笑心 虽然感动天地 但天地神奇 对毁谤三宝 而堕落的人 也无可奈何 你现在唯有 障十方 僧众 微神之力 方能 令你母亲 离恶鬼之苦 木剑连 听佛陀说后 欢喜奉行 在生自自日 供养圣僧大众以后 其母急于 适日脱离恶鬼之苦 木剑连知道 母亲脱离了 恶鬼道中 他很感激佛陀 并赞叹三宝功德 奉劝世间 应行 于兰盆之法 供佛吉森 以报父母 生养 辅育慈爱的恩惠 农历七月 在佛教又称 孝庆保恩月 也可做 欢喜月 和吉祥月 每年 结下安居的圆满日 正值农历七月十五日 便是于兰盆节 俗称中元节 当此 祈望大众一同共佛摘森 仰仗诸佛菩萨的慈悲大愿 与僧众亲近持戒功德 并持着知恩 念恩 感恩的心 为父母等六亲眷属做功德 以表孝顺报恩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